闪烁的蓝色海浪一波波围绕马祖海滨 乍看之下就像银河星空 这是马祖独一无二的自然美景蓝眼泪 现在不用跑到老远 在高雄就能看到 鱼温抽水机旁出现两个超清楚的蓝色光圈 伴随暮色让人直呼超美 但这可不是LED灯 而是货真驾驶的蓝眼泪 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水车那边有装蓝色的LED灯光 然后我就自己拿它跟竹竿的去给它拨动一下 发现连鱼竹竿拨动起来水也都是蓝色 拨出来那条线都是蓝色的 然后鱼跳起来都是蓝色的 我觉得很神奇 很美啊 为在高雄永安弥陀交界的这个鱼温 上周日突然出现蓝眼泪景象 把它和马祖的蓝眼泪比较看看 马祖蓝眼泪因为夜光虫发光 让海面有如一片蓝色海洋 高雄这个鱼温则是采活菌养殖 水质干净适合浮游生物增长 推测可能是水质优氧化 让荧光棗大量繁殖 受到惊吓才会产生有如蓝眼泪的景象 只要有手伸到的地方 或是用棍子搅到的地方都会发出蓝光 因为我们这是用天然的海水引进来的 应该是夹杂在海水里面进来的 在这里翻子的 高雄渔温出现蓝眼泪到底成衣为何 有待专家鉴定 但媲美马祖的梦幻景色 已经引来不少网友愉悦潮声 记者赖威 左林郑和程昭虎 SNG小组高雄报道